老戏猴哈尼 哈尼是耍猴人周伯养的一只戏猴 周伯带着他在江湖上闯荡了十多年 走村串香 靠他在街头表演一些钻火圈 骑小车翻跟斗之类的猴戏 会一碗苦饭吃 哈尼 今天收入不错 赶快将东西收拾好后 我们去美美地吃一顿 可就在这时候 一个道具球从他们的表演场地滚走 滚到了一位路人脚边 路人捡起了道具球 这时候哈尼跑了过去伸出双手讨要着 真是只机灵的猴子 来 给你 老伯 你的这只猴子可真聪明啊 哈哈哈哈 没错 哈尼迪界是只非常聪明的猴子 一个新节目只要加上三五遍就学会了 要知道普通的猴子可是得学三四十遍才能学会 不过他的聪明让我也头痛不已 让你头痛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野性太重了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逃跑 而且每次逃跑的方式都是那么有创意 哈尼 爬上去 爬上去 哈尼看着高高的竹竿 然后一下子窜了上去 并飞快地朝高处爬去 这个哈尼 动作可真是敏捷啊 哈尼 继续往上爬 哈尼一下子爬到了竹竿最高点 他兴奋地唧唧叫着 突然 他将柔软的竹竿弯曲成弹弓状 哈尼借助竹竿的弹性用力一跳 朝着一棵大树弹射过去 哈尼 你要干什么 糟糕 他这是要逃跑啊 然而就在哈尼的两只手 快抓住树枝的一瞬间 树关上一只受惊的鸟突然飞起来 惊慌失措间对准哈尼这边飞过来 飞前走兽在空中撞了个满怀 哈尼摔到地上扭伤了腿 这才没有逃成 天啊 真是非常聪明啊 竟然会利用竹子的弹性逃跑 亏他想得出来 别提了 还有一次 他竟然躲在竹框里 想要偷偷地溜走 说起训练猴子 我真的没什么秘诀 周伯 你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啊 你看你训的哈尼那么厉害 而我训的那三只猴子 若能比得上哈尼一半就好了 这怎么说呢 这其实都是我的功劳 而是哈尼本身就是一只万中选一的聪明猴子 对于这样的猴子 训起来当然比较简单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我骗你做什么 周伯 你看 不要动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呢 哈尼那个机灵鬼 像这样偷偷地逃走 啊 周伯 你说什么 哈尼他躲在这个竹框下面 嗯 是的 说完 他朝那竹框走去 那竹框一下子不动了 周伯走了过去 一下子掀起了竹框 果然哈尼正蜷缩在竹框下面 他看到掀起竹框的周伯后 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天哪 他这是怎么想到的呢 难怪你说他是万中选一的聪明猴子 路人听完后 看着周伯手中牵着的铁链 铁链的另一头栓着哈尼 莫非直到现在 他也没有打消 要逃跑的念头 是的 自从哈尼来到了我手中后 我用很多方法 企图磨灭他叛逃的野性 可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效果却微乎其微 哎 没办法 只好把这根铁链 永远拴在他的脖子上 周伯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他已经不能外出耍猴了 而哈尼的年纪也大了 很多节目也不能表演了 于是周伯决定一样天年了 周伯 既然你决定留在这里一样天年了 那不如将哈尼卖给我好了 哈尼也老了 你要一只老戏猴干什么呀 虽然他老了 可他还是那么聪明 周伯 我相信他的表演依旧会赢得观众的喜爱的 算了吧 他这个年纪了 应该像我一样退休享福了 周伯 你不会一直想将哈尼养在身边吧 我身体越来越差了 没有精力再照顾他了 我想将他放回到山林 啊 周伯 你说你要将他放走 是的 老伯爵 你一辈子做梦都想回到森林里去 我就成全你了 让你也过个自由自在的晚年 几天后 周伯便带着哈尼来到了山林深处 那里的树木高大茂密 非常适合猴子生活 哈尼 你还记得吗 十几年前 我就是在这里抓到你 那时 你还是一只不满一碎的小猴子 然而哈尼却丝毫不顾周伯在说什么 他两眼放光地看着周围的大树兴奋地不停叫着 显得非常激动 好了 不要着急 我这就放你回家 他伸手解开了哈尼脖子上的神扣 获得自由的哈尼立刻快速地爬上旁边的一棵大树 当哈尼爬到树上后 突然扭头朝着周伯 呲牙咧嘴地发出一声怒吼 接着 哈尼便飞快地窜进树林 消失不见了 哈尼这是在向我发泄他的愤怒呢 无端地被我囚禁了十几年 他应该恨我吧 不过现在 他自由了 但愿以后 他不必再受奴役的苦 能享受正常猴子的生活 周伯以为哈尼如愿以偿地回到森林后 就像鱼游回了大海 自己这辈子是再也见不到他了 然而 几天后 他便听到了关于哈尼的消息 你说什么 哈尼跑进村子里表演杂耍 这怎么可能 我已经将他放回到山林里了呀 我亲眼看到的 绝对错不了 啊 难道有人又将他给抓回来了 没人抓他 是他自己跑进村子里进行表演的 自己主动进行表演 这更不可能了 要知道 平时我带他外出表演的时候 不是得用皮鞭威胁着 就是得用食物诱惑着 他怎么可能主动表演呢 周伯 不信的话你跟着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当周伯来到村口的那块空地时 不由地大吃一惊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才分别没几天 哈尼已经变得蓬头垢面 憔悴消瘦 活像个猴乞丐 猴子 来 再给我们表演一段 表演好了 我给你吃的 他晃了晃手中的香蕉 哈尼看到香蕉后 显得特别兴奋 他立刻倒立着 在空地里行走了起来 你看 这只猴子又来表演猴戏了 说来也真是奇怪 还有没有主人 怎么会自己跑来表演猴戏呢 谁知道呢 不过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被主人给遗弃了 否则也不至于落魄成这个样子 哈尼表演了一会儿倒立后 又开始表演翻跟斗 连续翻了几个跟斗后 一下子没有力气 倒在了地上 倒在地上的哈尼 看到村民手中的香蕉 立刻伸出双手 做出一副乞讨状 并且不断地向他磕头做衣 演砸了吧 就这样还想吃我的香蕉 你就把香蕉给他吧 看他也真是可怜哦 是啊 他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来猴子 吃吧 周伯 他就是哈尼吧 我没认错吧 周伯没有回答 他看着肚皮空瘪瘪 贪婪吃着香蕉的哈尼 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哈尼 哈尼听后一愣 然后直直地看着周伯 接着他朝着周伯 发出了一声哀怨的叫声 转身跑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不是哈尼 他就是哈尼 既然他是哈尼 而且生活又是那么艰难 为什么见了你 却转身跑掉呢 他这是恨我呢 我对不起他呀 这十几年来 我教给他的 只有表演好戏 取悦观众 伸手祈祷 这些年间 这是哈尼 寻会唯一的觅食方式 啊 哈尼的眼神 充满了愤怒和无奈 他被放回山林后 也曾兴奋地 享受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自由的阳光和空气 可幸福 仅仅维持了几天 他饿了 而饥饿的他 却不知道 该去哪里找食物 也不知道 怎样才能找到食物 因为他唯一的觅食方式 那就是用表演来换食物 哈尼朝着周伯 又一次发出了一声 怨恨的叫声 然后缓缓地 朝周伯这里走了过来 哈尼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我说这只猴子 怎么会猴戏啊 原来是周伯训养的戏猴啊 我听说 周伯已经将它给放生了 可是它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我想一定是这只戏猴 舍不得离开它的主人 所以才会跑回来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一定是这样的 此时 哈尼已经来到周伯身边 他看着周伯 发出了一声哀叫 哈尼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就跟我回家吧 你们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这只猴子和周伯的感情真是深厚啊 哈尼之所以跑回来 那是因为 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 曾经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 一辈子都在努力解脱 锁在他脖子上的铁链 可当命运之神将他脖子上的铁链摘除之后 他却又主动地回到了主人身边 或许这也是另一种的幸福吧 哈尼 我们到家了